只因女友跟富二代撒了个娇 富二代就对女友痛下杀手 血腥残忍的画面正好被另外两个女孩目睹 就在富二代准备彻底嘎掉女友时 目击女孩小裴的手机铃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找到小裴 拽着小裴的头发来到女友身边 用刀威胁小裴和她玩石头剪刀布 如果小裴赢了 今晚就饶她一命 结果小裴赢了 但没想到 富二代竟然让小裴亲手嘎掉女友 富二代已经等不及了 直接握住小裴拿刀的手 捅进被害女孩的颈动脉 女孩彻底嘎了 富二代变态地笑了起来 她特别喜欢这种嘎人给她带来的快感 小裴都快被吓死了 她赶紧跑到河边清洗身上的血子 这是另一个目击女孩小雨 来到小裴身边 她觉得他们应该立马报警 但小裴知道富二代家里有钱有势 就算他们报警把富二代抓进监狱 富二代也会靠着家里的背景很快出狱 而且富二代这么变态 到时候一定会把他们报复得很惨 于是他们权衡了一下 决定一起保守这个秘密 小裴每天提心吊胆 担心现场留下自己的痕迹 于是来到案发现场检查 但现场早已被警方封锁 正好他又被当晚执勤的刑警雨哥发现 小裴看到是警察 吓得转头就跑 跑到悬崖边上直接跳了下去 雨哥赶紧伸手去抓小裴 却只抓住了小裴包上的姓名牌 上面刻着小裴的名字 雨哥没有多想也跳了下去 好在成功就吓了小裴 他抢过小裴的书包 要确认小裴的身份 没想到在包中发现了 杀死被害女孩的小刀 雨哥想起法医的鉴定 根据伤口的深度判断 凶手可能是名女性 雨哥质问小裴是不是达人凶手 小裴不停地否认 但雨哥不相信 要把小裴带到警局审讯 小裴吓得只好说出当晚发生的一切 雨哥了解清楚后 要小裴去警方指认真凶 但小裴非常害怕富二代会报复他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雨哥 可是令他没想到 另一个目击女孩小雨 实在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 决定来警局指认真凶 警察第一时间通知了刑警白队长 就在小雨被关进证人房时 一名警察看到了小雨 他一眼就认出了小雨是雨哥的亲妹们 于是立马找到雨哥说明情况 雨哥从小裴那里得知 凶手的心理变态 手段残忍 而且家世显赫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不能让妹妹冒这个险 于是拨通小裴的电话 骗小裴说他妈妈出了点事 正在警局调查 需要他来一趟警局 小裴就这样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被带到了证人房 接着雨哥告诉白队长 目击证人是小裴 雨哥本以为 只要对小裴的身份进行保密 基本上就能保证小裴的安全 可没想到白队长 竟然把真凶也带了过来 白队长要小裴当面 指认富二代是凶手 富二代对着小裴一阵奸笑 目击자가 누군가 했더니 역시 너였구나 拿吧一辞 你什么死你了 했잖아요 아니目击자라呀 保护을 하지 干嘛说吧 把这些男人都 왜 이래요 내가 언제目击자라고 했어요 내 말 좀 믿어주세요 진짜 아무것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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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在隔壁的小雨 已经被吓得 瘫坐在椅子上 事后雨哥担心 妹妹是目击证人的事 迟早被富二代发现 他要把妹妹 送到别的城市 这时传来小裴的声音 나한텐 무슨 일 생겨도 돼요? 네가目击자라고 경찰서 갔던 거고 정말 미안해 내가 어떻게든 내가 더 지켜줄게 경찰이 쪽팔리지도 않아 그 사람이나 죽이면 다 지키니까 평생 잊지나 마요 沒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 富二代闯进小裴的家 把小裴打得鼻青脸肿 就在富二代 收走小裴身份证的时候 小裴妈妈正好回来 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 她奋不顾身 冲上去和富二代拼命 为小裴逃跑 争取了时间 最后小裴妈妈 被残忍杀害 从此小裴和富二代 销声匿急 这场悲剧 成了雨哥的心病 这也让她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如今的她变成了一个 为了破案 不择手段的坏刑警 一般的案子 她只需要说三个字 就可以破案 这个罪犯之前 因侵犯幼童入狱 这刚醒满释放 又开始对女孩下手 拿到供词的雨哥 成功解救出 被罪犯侵犯的女孩 然而雨哥的暴力执法 引起了网上的舆论风波 网友们对雨哥褒贬不一 虽然雨哥破了案 但她的行为属于刑讯逼供 新上任的检察官 要求立刻释放罪犯 雨哥得知后非常恼火 直冲检察官的办公室 可当她看到检察官时 彻底惊呆了 因为这个检察官 正是她调查了 13年的杀人犯 没想到如今 改名换姓成畜生 还当上了检察官 这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 雨哥难以抑制 心中的愤怒 13年前那场惨案 再次浮现在她的眼前 13年来 雨哥一直在调查畜生 没想到现在畜生 亲自送上门 雨哥放下狠话 这次绝对让畜生 吃不了兜着走 此时雨哥还不知道 警方高层正在开会讨论 如何处理雨哥暴力执法 造成的社会影响 白队长想趁机辞掉雨哥 因为他迅思舞弊 贪污受贿 办了不少冤假错案 而雨哥又刚正不阿 他害怕没准 哪天雨哥会查到自己头上 好在局长看在雨哥 超强的办案能力 使警局的破案率 稳居全国第一的份上 决定只要雨哥 能顺利摆平这次案件 就可以继续留在警局 这时雨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罪犯承认自己的确绑架了女孩 并说雨哥没有暴力执法 当时是自己要跳楼自杀 雨哥那么做全都是为了救自己 原来雨哥从畜生那离开后 就找到罪犯 直接拿出一张照片 问罪犯为什么要杀照片上的人 罪犯听得一脸懵 他赶紧否认 雨哥没说话 来到罪犯面前 用身体把监控挡住 偷偷从罪犯头上揪下来一撮头发 威胁罪犯如果不承认绑架了女孩 这撮头发就会跑到照片里的死者身上 绑架罪和杀人罪 让罪犯自己选一个 于是就有了罪犯在发布会上 承认自己罪行的一幕 雨哥本以为这招可以掩人耳目 却没想到被一个叫小英的记者 看出了端倪 小英拿出雨哥威胁罪犯的照片 他发现是雨哥打印过这张照片之后 罪犯才突然认得罪 雨哥看是个小记者 并没把小英放在眼里 但这个小英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后面和雨哥有扯不清的关系 而此时的畜生正在物色下一个作案目标 这次他盯上了上级的妻子 他以同事的身份进了上级的家之后 持刀绑架了上级的妻子 只因富二代忍受不了美女口臭 他就把美女绑在人体分割台上 用器具强行撑开嘴巴 然后再挑选合适的工具来折磨女人 直到女人死亡 他嘎人有个习惯 就是每嘎一人 都要拔掉死者所有的牙齿流作纪念 女人叫得越惨 富二代就笑得越变态 他非常喜欢且享受这种扭曲的快感 这次他想活活冻死女人 于是他把女人锁到冰柜里 再把冰柜的温度调到零下40度 然后反复清洗每一处犯罪痕迹 身为检察官的他非常清楚 如何不让警方查到任何犯罪证据 最后换上西装 整理仪表后离开了现场 这简直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衣冠禽兽 女人的老公四处找不到老婆 来警局报案 宇哥来到女人家附近调查 发现周围的监控全都被人为损坏 在女人家中 宇哥发现一把可疑的泡泡枪 女人的孩子还不足百日 怎么可能有这种玩具 于是他开着泡泡枪在街上溜达 泡泡枪的音乐吸引了一个小男孩 原来泡泡枪是这个男孩的 就在女人被害当天 男孩的妈妈把他托管在女人家 当时男孩躲在角落 目睹了女人被绑架的全过程 经过宇哥的询问 男孩指认了绑架女人的畜生 畜生正在打电话 就在回头往宇哥这边看的时候 宇哥迅速用身体挡住男孩 防止被畜生发现后会杀人灭口 为了尽快救出女人 宇哥紧跟畜生 希望能获得一些线索 可是途中畜生感觉到了有人跟踪自己 幸好宇哥反应快没被畜生发现 可等宇哥再想继续跟踪 畜生已经人去无踪 不过不要紧 宇哥有的是办法 他偷偷潜入畜生家里 一个检察官的屋子里 竟然贴满了人体各个部位的构造图 畜生怎么也想不到 就算自己在谨慎 还是被宇哥发现了线索 墙上的一幅海岸图 激发了宇哥破案的灵感 他立马回到警局 翻出十年内所有相似 且未能破获的命案 由于每个死者的城市和死亡时间 并没有规律 警方就一直没有定性为是连环达人案 但如果把畜生带到这些案件中 就能找出规律 这些死者的城市畜生都有去过 所以一定和畜生脱不了关系 加上这些死者的尸体均在领海被发现 且找不到任何抛尸痕迹 宇哥断定畜生 嘎人抛尸一定都是在海上完成的 这就一定需要一艘船 结合发现尸体的地点和船只的航线 就可以查出畜生是在哪艘船上抛的尸 可是海上归海警管辖 必须要向上级层层申请才能进行调查 等审批下来 女人早就没命了 于是宇哥找到黑客破解了海警系统 迅速锁定了一艘可疑船只 登上船后发现 船舱里摆满了数不清的作案工具 锁起来的冰柜让宇哥顿杆不妙 他赶紧用工具砸开冰柜的锁 还是来晚了一步 女人已经被冻死 宇哥的徒弟准备向警局汇报 却被宇哥阻止 因为现场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仅凭男孩的指控是不能给畜生定罪的 而且凭着畜生的家庭背景 警局高层一定有畜生的保护伞 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 既然正规办案流程行不通 那就以恶制恶 来的栽赃陷害 第二天宇哥简单伪装了一下 朝着畜生迎面走来 一拳抡在畜生的鼻子上 把畜生的血涂到手套上 收起手套后大摇大摆地离开 然后来到案发现场 把血涂在分割台的侧面 再安排徒弟 故意在畜生面前泄露自己要栽赃陷害畜生的消息 畜生听后立刻来现场寻找血迹 很快他就找到了血迹 就在他清理血迹时 宇哥拿着手机突然出现 他已经把这一切都拍了下来 徒弟当时并没有泄露案发地点的位置 所以来这里清理血迹的 就一定是凶手 畜生无力狡辩 想留之大吉 宇哥一路紧追 把畜生逼到一处废弃的工厂 畜生眼看没有后路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要把宇哥嘎掉 但宇哥受过专业训练 他根本不是宇哥的对手 宇哥并没有救畜生的意思 而是质问他小裴的下落 宇哥想到畜生杀人成性 变起了杀心 他狠狠地踩住畜生的手 畜生这才意识到宇哥是来真的 开始求饶 事后宇哥凭着自己录的视频给畜生定了罪 然而警局领导得知凶手是总部派来的检察官 都害怕会牵累自己 紧急商讨对策 正好宇哥是违规办案 白队长想借此机会把宇哥踢出警局 他怂恿大家推宇哥出来顶这个雷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 总部不但没追究宇哥的责任 反倒给宇哥升职加薪 因为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是个检察官 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民众的舆论根本压不下来 所以总部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稳住民众对司法公正的心愿 把舆论压下来 白队长看自己的小算盘没得逞弃的不行 第二天警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宇哥在会上揭露了畜生的种种罪行 一排排受害者的牙齿令人毛骨悚然 然而畜生并没有死 他正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躺着 就在宇哥以为13年前的那场悲剧可以收场的时候 一个新的案件让他发现 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才是杀人的最高境界 美女仅用一分钟 就嘎了自己的父母和一条狗 且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完事后还立刻报警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 首先是一条狗的尸体 美女的母亲死在卧室 睡前服用了安眠药 而父亲戴着耳机死在书房 说明凶手作案时 父母彼此都听不到动静 由此警方判断 凶手对他们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 由于现场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警方只能调查附近的监控 从附近的监控中发现 在案发时间内 除了小英没有其他人出入过案发现场 并且小英在一分钟后就跑出来报警 负责这次案件的宇哥得知后大为震惊 立刻控制小英进行调查 小英表现得非常悲伤 但宇哥在审讯室外 总感觉缺点东西 他关掉审讯室监控的音频 果然在没有声音的干扰下 宇哥发现了异常 人的声音可以伪装 但眼神骗不了人 于是宇哥来到审讯室亲自审问 他拿出小英的履历边说边分析着 18岁考入首尔大学心理学博士 20岁出国留学 以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毕业 如此傲人的履历 却在回国后当了一名小记者 这明显不符合常理 宇哥大胆地断定 即便小英说出如此明目张胆的话 查不到证据宇哥也不能拿小英怎么样 但宇哥不相信这世上存在完美犯罪 他只是还没想通一个弱女子 是如何在一分钟内 嘎掉两人一狗 并把现场清理得如此干净 为了能找到破案的头绪 宇哥在小英离开警局后 就天天跟踪小英 第二天他发现小英收到一个神秘快递 就立马上去询问是什么东西 小英打开后发现只是狗的骨灰而已 他看宇哥如此卖力地调查自己 干脆带宇哥到自己家里让他查得够 宇哥看着满屋的证书和奖杯说道 像小英这样的人 作案工具一定会像自己的证书和奖杯一样 收藏起来留着日后慢慢欣赏 小英毫不掩饰地说只要宇哥能查到证据 欢迎随时来抓自己 宇哥立马回到警局询问尸检结果 法医说凶器是像锤子一样的盾气 宇哥很疑惑怎么没有狗的尸检报告 法医说狗的尸体当天就火化了 宇哥一听突然毛色盾开 他想到小英一定是把有作案痕迹的证物 全都塞进了狗的体内 随着狗的火化也都化为灰烬 但如果有铁一样的盾气 一定还能找到铁的残渣 所以狗的骨灰是破案的关键 于是他来到小英家 尝试着输入上次偷偷记下的开锁密码 还真的打开了门 他就这样顺利地拿走了骨灰 不过离开的时候在电梯口碰到了小英 他得意地向小英展示手里的骨灰 然后乘电梯下了楼 小英立刻回家拿了把刀追了上去 直到追到一处天桥上 宇哥说完就把骨灰倒在自己手上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让宇哥震惊 骨灰里不但没有铁器的残渣 反倒多出一张姓名牌 正是13年前 被宇哥欺骗去警局指认凶手后 遭到凶手杀害的小裴的名字 小英告诉宇哥自己记忆中就没有这个人 在自己一次昏迷醒来的时候 手里就拿着这张姓名牌 宇哥看着眼前陌生的面孔思考着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当年小英杀了小裴 要么小英就是小裴 宇哥当即拽下小英的头发 送去做基因鉴定 结果显示小英确实就是小裴 宇哥将鉴定结果告诉了小英 但这13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裴完全换了一张脸 就连13年前的记忆也完全丧失 名字也改成了小英 宇哥带小英来到他亲生母亲的坟前 墓碑上贴着他和母亲的一项 他很好奇凶手有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宇哥告诉他当年杀害他亲生母亲的凶手 并不是后来警方逮捕的老宋 而是现在躺在医院里的畜生 因为就在前两天宇哥将畜生捉拿归案后 在畜生家里搜出了32张身份证 其中就包含小裴的身份证 这是畜生的嘎人习惯 他每个一人都要收走死者的身份证留作纪念 所以宇哥肯定 杀害小英亲生母亲的一定是畜生 而且当年警局里一定有人帮畜生洗清了罪名 小英知道自己发生如此大的便利 远不止宇哥说的这么简单 他想亲自查明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就要从他亲生母亲的被杀案查起 但是现在畜生重伤昏迷不醒 他只能先从老宋下手 于是他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伪造了监狱食堂工作人员的身份 在监狱举办囚犯厨艺大赛的时候混进监狱 然后找到目标老宋 趁老宋不备 在老宋的水中加入毒药 老宋完全不知情 把对了毒药的水浇在食材上 然后尝了一口 很快毒性就开始发作 老宋被紧急送往医务室 随后小英把医生迷晕 这才得到单独审讯老宋的机会 他一脸阴冷地死死盯着老宋 开口说道 老宋吓得半死 赶紧解释自己不是凶手 真正的凶手是畜生 畜生凭着家里有钱有势 买通了司法和警察帮自己偷梁换主 然后偷偷把作案工具放在老宋的家里 来诬陷老宋是杀人凶手 作为心理学博士的小英 从老宋的反应中判断出老宋并没有说谎 便给老宋注射了解药 下面就要找到宇哥说的身份证 他记得宇哥用手拿过自己的姓名牌 于是从姓名牌上提取了宇哥的指纹 然后以记者的身份采访案件为由混进警局 再拿出宇哥的指纹模具 套在自己的手指上 就这样轻松地闯入政务保管室 他果然从畜生的犯罪证据中 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证 而且还有他亲生母亲的身份证 现在他非常确定 当年杀害亲生母亲和自己的就是畜生 小英立马来到医院 拨通了宇哥的电话 说明自己已经查清真相 现在就要报仇 把畜生彻底嘎掉 宇哥劝小英 畜生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值得再因为他成为杀人犯 小英还是把一管不明液体 注入了畜生的输液管 宇哥得知后立刻赶到医院 此时小英早已不见了踪影 畜生的氧气罩也被摘了下来 就在宇哥俯身去确认畜生死活的时候 畜生突然睁开双眼 把宇哥吓得一哆嗦 而此时的小英就在窗帘背面 他拉开窗帘 正准备逼问畜生 当年为何要杀害他和他的亲生母亲 宇哥一听慌得不行 如果畜生说出原因 当年他骗小英当证人 导致小英亲生母亲被杀害的事就会暴露 于是他赶紧按下呼叫床龄制止 看到赶来的护士 小英也只好先离开 随后两人来到桥上 宇哥很疑惑畜生明明从高楼摔下 摔成了植物人 为何现在突然清醒了 原来畜生手术过后 一直处于麻醉状态 小英当当给畜生打的是综合麻醉药物的药剂 宇哥劝说小英 既然现在已经失去过去惨痛的记忆 那么完全可以开启新的生活重新开始 无必再去招惹畜生这个连环杀人犯 而让自己陷入危险当中 其实宇哥是害怕自己 当年骗小英当证人的事被小英发现 然而宇哥的小心机 却被小英误会成了宇哥对他的关心 然而令宇哥意想不到的是 当年的纠葛造成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要知道当年老宋的儿子 可是亲眼目睹爸爸含冤入狱的 他为了复仇 把自己练就成了一名顶尖特种兵 两名警察发现一具尸体 就在警察靠近时 尸体突然扭头醒来 掏出手枪精准地射杀了这两名警察 然后脱掉伪装的外套 大摇大摆地离开作案现场 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调查 两名死者均是被一枪毙命 凶手的手法干净利索 遗留下的外套内部很干净 外面却布满血迹 刑警宇哥推测凶手一定是伪装成尸体 然后报警引诱警察来到现场 再趁警察不被将他们射杀 从子弹分析凶手持有的不是普通手枪 宇哥调取附近监控 发现凶手的反真意识极强 全程伪装完全分析不出凶手的样貌特征 而且作案后非常淡定 警惕周围的环境 行走和站立的姿势都能看得出训练有素 由此宇哥将凶手锁定为退伍军人和逃兵 而且看得出来这是有目的性的报复 他猜测凶手在短期内很可能还会作案 于是他向局长提议有必要 给警员们配备防弹衣和枪支 但局长认为宇哥小题大作 驳回了他的提议 宇哥很无奈 只好把自己库存的防弹衣拿给徒弟 然而警方这边抓捕行动还没来得及准备 凶手又开始作案 他朝着面前的巡逻女警排手就是一枪 等警方赶来发现女警并没有生命危险 宇哥很是疑惑 上次案发时 在深更半夜凶手都能精准地命中心脏 而这次大白天却打在肚子上 却好像是故意的 等宇哥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警员们接二连三被狙击枪射中倒地 场面严重失控 宇哥根据枪声和队友中弹的方向 确定了凶手藏匿的位置 就在准备去抓捕凶手的时候 却被一枪命中胸口 幸好宇哥穿了防弹衣保的一命 他抓住凶手换弹的空挡 跑出凶手的射击范围 凶手见好就收 迅速拆解枪械装到包里 骑上摩托车撤离现场 宇哥想要拦住他 但他没有丝毫变道的意思 宇哥忍不了凶手如此嚣张 他从楼上一跃而下 也骑上一辆摩托车追了上去 眼看就要追上 却不料迎面和一辆越野车撞上 凶手也因此成功逃脱 偏偏这么巧 宇哥断定这辆越野车也有问题 就记下了车牌号 于是请黑客调查越野车的来历 没想到越野车竟然隶属于一处军事基地 想进军事基地调查得有局里的审批文件 但审批流程复杂繁琐 宇哥破案从来都是指求 快步讲规定 于是他带着徒弟在军事基地蹲点 等那辆越野车再次出现 宇哥故意制造车祸 等开越野车的黑人下车 宇哥让徒弟去越野车上找线索 可徒弟刚进车里翻找 宇哥就故意出卖徒弟 两人也因此涉嫌偷取军事机密被抓进基地 没一会长官传唤了宇哥 宇哥向长官表明自己是个刑警 之前被黑人的越野车撞伤 当时黑人还肇事逃逸了 刚才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查此事 长官得知后把黑人喊出去求证 宇哥趁机在服役军人档案里一通翻找 没想到真让他找到了凶手的档案 根据凶手的档案调查 结果令宇哥震惊 13年前因司法机关的腐败 导致含冤入狱的老宋 正是凶手的父亲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凶手为何专杀警察 而凶手的报复计划远不于此 他再次杀害了一名警员 并故意打开手机暴露定位 吸引大批警力来抓他 等客警赶到现场 他早已不见了踪影 特警跟随血迹来到冰箱前 没多想就打开了冰箱 而此时凶手已经绕到警方后方 并掳走一名警员 随后开启直播公然 向全国的警局宣战 宋万수的儿子 他在那天 他说了这么说 这 놈是金鲁 你们的警察 几个一名都信不得了 那你 있으면罢 说完他威胁警局 如果不放了自己的父亲 就杀光全国的警察 他要以这样的方式 洗清父亲的不白之冤 为了阻止男人滥杀无辜 刑警宇哥来到监狱 找到男人的父亲老宋 说自己已经掌握当年真凶的证据 很快就可以替他翻案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劝他儿子小宋赶紧收手 不能一错再错 宇哥看老宋有所顾虑 就在三保证 只要小宋自首 自己一定会替小宋争取宽大处理 老宋这才答应 宇哥出面说服儿子 他来到小宋直播的地方 当他看到白队长 一时间没控制住情绪 恨不得冲上去弄死白队长 当年就是白队长和富二代勾结 把杀人的罪名嫁祸给老宋的 宇哥把老宋和自己靠在一起 随后老宋拿着喇叭对儿子喊话 此时小宋正在附近看着父亲 这一别就是十三年 终于再次见到父亲 可如今因为正义得不到伸张 小宋把自己变成了杀人的恶魔 父子俩相拥而弃 老宋劝儿子及时收手 放过那些无辜的人 但小宋已经恨透了警察 根本听不进去 老宋又把宇哥已经掌握了真凶的证据 马上就能还自己清白的事告诉了小宋 劝小宋不能再这样一错再错 没想到这话被白队长听见 这时小宋定时的烟雾弹开始释放烟雾 现场白茫茫一片 小宋趁机解开父亲的手铐 拽着父亲就跑 宇哥赶紧上前抓住二人 眼看小宋就要被说服 可就在这时 一声枪响 老宋当场领了盒饭 白队长怕自己当年的勾当被揭发 所以杀人灭口 他还想杀了小宋不留活口 幸好被宇哥及时制止 宇哥气得很狠地抡了他一拳 而此时小宋枪里已经没子弹了 他只好丢下父亲逃命 宇哥赶紧追了上去 小宋跑步火车轨道回头盯着宇哥 宇哥被一列急驰而来的火车拦下 等火车逝去 小宋已不见了宗领 这时白队长赶来 他还要追杀小宋 宇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罪无人在当时 十三年之后 曾经跟宇哥 宋万世被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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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阳队 并非 小宋这边 父亲的冤屈不但没得到声张 现在还被警察打了 他对警察的恨已经达到了极点 誓死要为父亲报仇 于是他在全身绑满了炸弹 只要一松手 百米范围内全都炸成灰烬 他走上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警方高层为了把损失控制到最低 决定只要小宋走到人员稀少的地方 就直接将小宋击毙 但是刑警宇哥不赞成 因为这样还是会伤到部分民众 但行动队队长却说 宇哥不敢置信 这是警察说出来的话 他拿起对讲机 决定独自去说服小宋 宇哥走到小宋面前 说老宋给他留了遗物 想要的话就跟自己上车 为了拿到遗物 小宋没有犹豫跟宇哥上了车 此时队长下令有任何一样 就朝货车乱枪射击 为了完成任务 他不惜放弃宇哥 车厢内宇哥拿出老宋话的话 父子二人一直以来都想拍一张全家符 这幅话对小宋尤为重要 但是小宋铁了心要复仇 他拿着枪对准宇哥 逼宇哥把话拿给他 宇哥看自己的劝说小宋根本听不进去 就掏出打火机要烧了老宋的话 小宋见状立刻就慌了 紧接着宇哥威胁小宋 想要父亲的话就卸掉身上的炸弹 小宋只好妥协 他给引爆器插上保险 卸掉身上的炸弹 宇哥也收起打火机 两人互相试探着彼此 慢慢靠近 可就在宇哥去拿炸弹时 小宋突然动起了手 三两下就把宇哥打趴 就这样夺走了父亲的话 他准备重新穿上炸弹继续复仇 仇恨已经让小宋走火入魔 他彻底疯狂 既然白队长当缩头乌龟不敢见他 那他就去克流量最多的百货商场引爆炸弹 让无辜的民众因白队长而死 这样警方就不得不重视当年父亲的冤案 从而调查白队长 既然宇哥要阻止他 那他只能先杀了宇哥 看着以前那个天真可爱的男孩 变成如今这样 宇哥很是痛心 为了更多民众的安全 他含泪向对讲激报出了小宋的位置 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却是这样的悲惨结局 随着枪声响起 警局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尤其是白队长笑得最为开心 但他还是有心头之患 就是宇哥 宇哥已经盯上了他 现在除掉宇哥迫在眉睫 所以他找到连环杀人犯这个畜生谈合作 只要他放畜生出去 畜生就会去杀了宇哥 于是他把畜生伪装成尸体放进果实袋 通过救护车送出去 半路上畜生拿刀割开果实袋 这刚出来 他就忍不住要杀个人过把瘾 送他出来的救护车司机就被他残忍杀害 抛尸在路边 然后他开走救护车 接下来他要疯狂地报复 抓他入狱的刑警宇哥 他拨通了宇哥的电话 没一会儿宇哥家里的门铃响起 宇哥的妻子一人在家 他毫无防备地打开了门 这个畜生抓住宇哥的妻子上去就是一刀 宇哥的妻子想拿电话报警 但是被畜生一脚踹开 然后疯狂地在他身上捕刀发血 真是不枉畜生的名号 他趁宇哥妻子还有最后一口气 再次拨通了宇哥的电话 宇哥接到电话立刻往家里赶 到家的时候 畜生已不见踪影 而妻子已经凉透了 身上全是数不清的刀口 宇哥看着爱人生前如此痛苦 他的心犹如千刀万剐 他发誓一定要畜生血债血偿 第二天被畜生抛尸路边的救护车司机被警方发现 但救护车不知去向 宇哥立刻安排手下搜查全城的救护车 并封锁所有畜生的路口 这时他突然想起来 家里有个带摄像头的玩具熊 说不定畜生杀害他妻子的过程就被录了下来 于是安排徒弟去拿这个证据 谁知和畜生狼狈为奸的白队长 在宇哥家调查时 先发现了这个玩具熊里的摄像头 他早就把里面的录像扇得一干二净 宇哥这边通过黑客搜索到了畜生的大致位置 他立马赶到主要干道去拦截 果然没一会儿就有一辆救护车停在路中间 迟迟不敢开向宇哥 畜生发现是宇哥立刻掉头 宇哥赶紧开车追了上去 两人开启了极限狂飙 宇哥不停地猛撞救护车 都没造成什么影响 而救护车稍微摆个头 就把宇哥的小轿车撞得控制不住方向 宇哥把车开到救护车前方 猛踩刹车 拉起手刹 想以此来逼停救护车 但小车终究拗不过大车 宇哥被顶了出去 畜生把救护车开到商场 汽车跑了进去 宇哥紧跟骑后 一路追到试衣间 他搜着每个试衣间 这时他看到有个试衣间的地上 有跟畜生一样的衣服 进去后发现畜生并不在里面 这时白队长突然出现 以宇哥涉嫌谋杀妻子的罪名 把宇哥靠了起来 原来畜生在杀完宇哥妻子后 在现场留了一把 带有宇哥指纹的小刀 这明显是为畜生逃跑争取时间 果然畜生就躲在 那个尖叫女人的后面 宇哥被带走后 白队长给畜生通话 他怕畜生迟早被抓 到时候牵连自己 已经给畜生安排好了逃跑路线 让畜生赶紧跑路 畜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是在这之前 他还要嘎几个人过把瘾 于是他干脆跑到 客流量最多的商场里 明目张胆地行凶 把大家的脑袋当鸡蛋敲 宇哥被抓后 法医很快鉴定出 那把诬陷宇哥小刀上面的指纹 是伪造的 白队长就算再不情愿也得放人 同时警方接到报警 畜生正在商场大杀特杀 科长命令宇哥立刻将畜生捉拿归案 被放出来的宇哥 犹如一头猛兽 当他赶到商场 商场已经混乱一片 但是在乱宇哥还是认出了畜生 畜生发现自己暴露立刻就跑 他暴力抢走一辆汽车 打晕副驾驶的倒霉弹 等宇哥赶来他已经开走 宇哥也赶紧开了辆车紧跟骑后 由于不熟路况 畜生把车开进了封闭的施工路段 他发现自己无路可逃 就直接举手跪地求饶 但他还不忘过把嘴椅 宇哥并没有打理他 直接打着打火机 丢在汽油上 他要跟这个畜生同归于尽 宇哥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谁知神秘人把他从死神手里给救了回来 畜生被炸死后 警方在发布会上宣布 特大连环杀人案告破 就在所有人以为一切都已经回归正常时 又出现一个戴着小丑面具的男人四处行凶 他打完人不但不第一时间离开现场 反而对着监控举起一张指向警方挑衅 上面写着我就是畜生 我又回来了 宇哥并不相信 他第一时间来到案发现场调查 从死者脖子上明显的电击痕迹分析 凶手一定是先用电击棒电云受害者 再将其杀害 宇哥断定凶手一定不是畜生 因为畜生行凶从来都是干净利索 根本不会用到电击棒 宇哥回到警局后 反复观看案发现场的监控 他发现一个可疑的男人 警方在现场调查时 所有人都在关注作案现场 唯独这个男人 他的目光始终在观察现场的每一个人 似乎很享受这种感觉 这非常符合变态杀人犯的心理 宇哥把他锁定为重点嫌疑人 宇哥推测 他很有可能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再次作案 果不其然 第二天在一个破烂巷子里又出现一具女尸 那次宇哥在现场特地留意了一下监控中的男人 果然发现了他 男人意识到不对掉头就走 这让宇哥更加确信自己的推测 他紧跟着男人后面 并吩咐手下准备行动 他跟着男人来到一处屠宰场 可是进来后就跟丢了 只看到男人的外套 此时宇哥还不知道危险来临 面具男悄悄用电击棒将他击倒 就在面具男准备一刀嘎了宇哥时 宇哥抓住面具男的手 死死咬了一口 此时正好宇哥徒弟赶了过来 这才救了宇哥一命 刚才宇哥咬的那一口 留下了面具男的血液 宇哥准备拿去做基因比对 可是面具男并没有前科 基因鉴定结果在警方的罪犯系统中并未查到 经过宇哥这么一搞 本以为面具男会因此收敛一点 没想到这次他直接开启了直播嘎人 他在一栋公寓楼内 随机挑选目标 当着直播间所有人的面将其杀害 完事后还嚣张地在直播镜头前 展示那血淋淋的凶器 这凶残的画面吓坏了警局的一个女孩 她是从面具男手中逃脱的幸存者 来警局就是为了配合警方的调查 防止面具男再次对女孩行凶 宇哥的徒弟和一名女警负责护送他回家 可就在女警安全地把幸存者送入家中 宇哥徒弟独自一人在车上时 面具男绑走了宇哥徒弟 等警察赶到现场 现场只留下了打斗的痕迹 大片的血迹和破碎的玻璃 此时宇哥的徒弟被绑在铁管上 面具男挑选了工具 接着他拨通刑警宇哥的电话 一番折磨后 面具男摘下面具 脸上的表情能看出他非常享受 接着他扎破排放蒸汽的管道 打开所有连接开水的水龙头 这样整个浴室就成了巨大的蒸笼 他要把宇哥的徒弟当包子样蒸熟在这里 为了救出徒弟 此时宇哥的大脑飞速运转 分析着所有案件之间的关系 他发现其中三个受害者之间的共同点 几年前他们因打架斗殴被抓到过警局 宇哥调取当年的监控才发现 当时有名警察去阻止时 反倒被他们三人联手殴打 而这名警察并没有还手 没想到这一幕还被人录下来发到了网上 一时间他成了警察界的笑话 后来他也因这件事惨遭警局开除 这样看来最近几起凶杀案 很有可能是这名警察蓄谋已久的报复 宇哥立刻找到这名警察的妻子说明情况 刚开始女人并不相信自己的老公会是杀人犯 直到他看到双方推嗓间掉落出来的一堆受害者照片 他才相信 因为他老公前不久送给他的项链 和死者脖子上的一幕一样 女人吓得赶紧摘掉了项链 他向宇哥透露 他老公这会儿很有可能在自己开的洗浴中心里 宇哥根据位置来到洗浴中心 虽然没有找到面具男 好在成功救出了徒弟 可就在他刚安顿好徒弟 面具男再次作案 他抓走上次侥幸在自己手中逃脱的女孩 这个女孩正是当年录下面具男被围殴的那个人 面具男要在全国直播面前嘎了他 让他也体会一下在全国人面前被羞辱的感觉 就在面具男要痛下杀手时 一辆汽车突然冲进现场 正是宇哥 原来早在这之前 宇哥就知道女孩是录视频的那个人 再加上面具男对女孩下过杀手 宇哥确定面具男一定会再次报复女孩 所以他留了个心眼 在女孩身上放了定位器 一旦发现女孩的定位偏离了正常位置 就一定有问题 他就是凭个这个定位找到女孩的 宇哥下车三两下打倒面具男 然后摘掉他的面具 不慌不忙地去关掉直播 面具男捡起地上的刀子扬言要杀了女孩 宇哥非常了解这种变态杀手的心理 他确定面具男没了面具根本不敢杀人 果然面具男根本下不去手 宇哥再次打倒他 就在宇哥给女孩松绑时 面具男想偷袭他 却被宇哥用电击棒电到 女孩这边因为受到严重惊吓 松绑后就无脑往外跑 为了他的安全 宇哥紧跟其后 可追着追着 女孩就不见了踪影 宇哥只好先去逮捕面具男 但是等宇哥再回到现场 眼前的一幕令他震惊 面具男已经嘎了 在他旁边的竟然是小英 而且凶器还是小英头上的发簪 小英被带入警局调查 面对这种铁证如山的情况 小英依然否认自己是凶手 并说真正的凶手是连环杀人犯出手 宇哥顿时震惊不已 这显然不可能 而且小英又不像在说谎 他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案发前他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当时根据短信提示来到案发现场时 面具男已经躺在地上 就在他还在发愣的时候 畜生抢走了他的发簪 等他反应过来 发簪已经刺进面具男的颈动脉 当时还有一个目击证人 就是被宇哥解救之后逃跑的那个女孩 只要找到他 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案发之后 女孩就不知所踪 宇哥立马展开地毯时搜寻 搜寻过程中 宇哥发现一块可疑的刹车痕迹 然后调取附近的监控发现 当时女孩跑到这里被一辆车撞倒 宇哥对这辆车进行了调查 发现竟然是一辆用来走私的黑车 于是他顺藤摸瓜在一处废弃工厂 找到了这辆车 就在宇哥搜查这辆车时 一只狗正叼着一块血淋淋的肉从仓库里面出来 宇哥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立刻冲进仓库 里面的场景惨不忍睹 摆满了尸体 每具尸体的肚子全都被剖开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 这是个走私钻石的团伙 专门找帅哥美女下手 用他们的身体带货 一旦运送成功 团伙就会剖开他们的肚子 取出里面的钻石 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 宇哥深入调查发现 这个团伙之前被刑警白队长缴获过一批走私钻石 这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就开始作案 白队长故意给宇哥提了个馊主意 他让宇哥到警局去把上次缴获的钻石偷出来 用钻石和走私团伙交换证人 自己负责去联系走私团伙 宇哥办案是出了名的不服从警局规定 当晚他就偷偷潜入政务保管室偷走了钻石 交易当天 宇哥让白队长去分散团伙的注意力 自己去解救证人 他找了一个出气不意的切入点 从陡峭的玻璃斜坡上 朝着走私团伙滑了下去 宇哥的突击打得走私团伙措手不及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打斗中宇哥顺手把定位器塞到其中一个走私犯的身上 他三两下就制服了这群走私犯 成功解救证人 可就在这世白队长这边却发生了意外 他手里的钻石被走私犯抢走了 被打的走私犯得知钻石到手立马逃跑 等宇哥反应过来 都已经跑远了 他只好先送证人回警局给小英作证 有了证人作证 小英成功洗脱嫌疑得到释放 证人把宇哥为了给小英洗脱嫌疑 违反警局规定偷走缴获的钻石 还把钻石弄丢的是告诉了小英 作为回报小英决定协助宇哥夺回钻石 这下宇哥塞在走私犯身上的定位器就派上了用处 他们通过定位器顺利找到走私团伙 然后各自挑选了衬手的工具 对走私团伙进行暴力抢劫 团伙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这样他们顺利地抢回了钻石 但是白队长这边使坏 把宇哥偷走缴获钻石的事项局长告发了 局长要去政务保管室查证是否属实 可刚回来的宇哥还没来得及把钻石放回去 好在有小英的帮助 他故意触发火警报警装置 以此来拖延时间 先一步到政务保管室 把钻石放回了原处 完美地帮宇哥化解了风险 就在宇哥和小英为此庆祝时 宇哥接到了连环杀人犯畜生的电话 一个人在家千万要锁好门 就像这个小姐姐不爱锁门 结果一个变态杀人犯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他都浑然不知 等他反应过来 杀人犯已经拿着达人工具朝他砍了过去 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 调查发现凶手作案手法干净利索 无比残暴 可有一点很奇怪 凶手多此一举 把死者从一楼搬到了二楼卧室的床上 刑警宇哥看到眼前的一幕 突然想起小英养父母被杀害时的场景 和现在的场景极为相似 不同的是 这次现场出现了大量凶手的指纹 就好像是凶手故意留下的 经过法医鉴定 指纹都属于在逃连环杀人犯出生的 这就让宇哥很费解 因为出生在行凶后 都会对作案现场进行反复的打扫和清洗 根本不可能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这时墙上的两台照片吸引了宇哥的注意 其中除了死者和死者老公的照片 还有一张陌生人的照片 但是只有半张脸 上面还标注着日期 正是两天后 宇哥忽然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是畜生挑衅警方 故意留下的杀人预言 提醒警方下次作案的时间与地点 令宇哥更加意外的是 小英居然也来到了案发地 他告诉宇哥自己收到陌生短信 短信里有案发现场的地址和照片 很明显这短信一定是畜生发的 宇哥暂时还来不及分析畜生这么做的目的 阻止畜生的下次行凶 才是现在的头等钥匙 他立刻传唤了死者的老公配合调查 宇哥问他知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男人表示并不知道 因为这张照片并不是他妻子拍的 他妻子是个专业的摄影师 给人拍照不可能拍出半张脸 这就有点麻烦了 照片可分析的有用信息太少 几乎无法确定照片中的详细地址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宇哥发现了照片中窗户上的一排型号编码 这种型号的窗户早在20年前就已停产 说明只有老小区才会有 经过查询符合条件的小区只有一个 这大大缩小的搜寻的范围 可是小区里最少也得有几千个住户 现在离畜生作案的时间所剩不多 仅凭照片一家一户的去排查肯定来不及 眼看就快到畜生行凶的时间 还有一整栋楼没排查 为了加快排查速度 宇哥来到楼顶 将自己挂在安全绳上 通过安全绳快速下降来排查 很快他找到了照片中的房子 可等他进去之后 才发现女主人已经凉透了 死者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 宇哥忽然想起 13年前小英亲生母亲被杀害时的场景 和现在的场景非常相似 宇哥拿起死者手中的照片 发现照片中的建筑 正是13年前小英亲生母亲胎的餐馆 没想到这个时候小英冲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13年前的记忆 碎片画得在小英的脑海里浮现 宇哥立马把他推到一边 质问他为什么又来到案发现场 就在小英解释自己又收到 有案发地址的陌生短信时 宇哥接到了陌生电话 宇哥瞬间想通畜生的目的 畜生这是要唤醒小英 13年前痛苦的记忆 让小英为此痛不欲生 宇哥势必要将畜生捉拿归案 不能再让畜生继续祸害社会 他从安全绳快速滑到楼下 可还是慢了一步 畜生已经骑着外卖小店驴溜了 宇哥顺手捡起钢管 超小鹿追了上去 他狠狠地给迎面而来的畜生来了一拐 没想到畜生还能爬起来跑 宇哥紧跟其后 这个畜生防止宇哥追上他 就在大街上随手抓了的倒霉蛋 朝着脖子就是一刀 人命关天 宇哥只好先就这个倒霉蛋放了畜生 这个畜生逃走之后 一刻也不消停 他又偷偷潜入小英家里 却没想到早被小英发现了 小英不动声色地坐下来假装看资料 等畜生来偷袭他的时候 他拿出电击棒轻松将畜生制服 然后把畜生绑在铁栏上 逼问畜生到处嘎人又发短信告诉他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眼看畜生不老实回答 他拿起发簪狠狠地扎进畜生的大腿 畜生这才老实交代 他是想唤醒小英痛苦的记忆后 看到小英为此痛不欲生 再把小英打掉 这样才刺激 搞清楚了疑惑后 小英准备等会儿就把畜生打掉 并给宇哥发去了消息 宇哥得到消息立刻往小英家里赶 此时畜生开始不停地叙述着 小英亲生母亲被害死的场景 突然刺激到了小英 小英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着 当年惨烈的场景 受到刺激的小英还没注意到 铁栏已经被畜生晃得开始松动 就在小英还在恍惚的时候 畜生晃掉了铁栏 他直接举起铁栏把小英砸倒在地 接着他砸碎相框的玻璃 拿着碎玻璃割断手脚上的砸蛋 然后拿起窗帘死死围住小英 这时宇哥赶到 畜生立刻用力地把小英推出窗外 拔腿就跑 宇哥只好先查看小英的伤势 再次让畜生逃走 畜生逃走之后 发现警方在路上增派了不少警员 为了方便完成自己的计划 他找上了自己的老搭档 就是刑警白队长 他要白队长随时向他提供警方的一切动向 白队长之前本以为送他逃到国外就万事大吉了 谁知道这畜生非但不跑 现在还三天两头的达人 白队长现在心里也渗得慌 他本想一枪崩了畜生后金盆洗手 怎奈畜生手里有两人勾结的录音证据 以及13年前白队长帮畜生找替罪杨时 收了畜生父亲五个一贿赂的证据 这些证据畜生随时就能送给警方 加上这次畜生给的实在太多了 威逼加利诱 白队长还是选择了妥协 警方展开紧急调查 调查发现畜生的父亲给他留了五套房产 畜生每次作案后 很有可能就藏在其中一套 刑警宇哥制定了逮捕计划 向上级汇报后带队行动 这时和畜生勾结的白队长 竟然得意地笑了起来 因为他已经偷偷将逮捕计划告诉了畜生 但是他不知道 当时宇哥一直跟踪着他 等他走后 宇哥找到他给畜生发短信的手机 然后冒充他 问畜生藏在哪里 畜生给的回复是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让宇哥一下就明白了畜生的意思 他笃定畜生一定是在之前经常作案的船上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畜生正在船上处理伤口 所以在逮捕行动中 宇哥中途改道去码头 但是改道的路线警局这边也能看到 白队长看到后意识到不对 立马通知畜生赶紧跑 毫无疑问 等宇哥赶到是扑了的空 宇哥重点关注的就是畜生用来动尸体的冰柜 他赶紧打开冰柜 发现里面全是自己妹妹的照片 这意味着畜生的下的作案目标就是宇哥的妹妹 宇哥立刻赶往妹妹家 好在畜生还没来得及行动 妹妹安然无恙 宇哥很不放心妹妹 于是他安排了自己最信任的徒弟 24小时保护妹妹 但是这对于有刑警帮助的畜生来说 根本不算个事 畜生让白队长帮自己支开宇哥的徒弟 然后畜生从背后打晕宇哥的徒弟 并拿走配枪 没有警员的保护 畜生轻松地绑架了宇哥的妹妹 然后他给小英发送了短信 短信的内容是 要想恢复13年前的记忆就来找我 小英知道其中一定有诈 但为了找回丢失的记忆 他还是去冒险 结果显而易见 同样被绑架 同时畜生给宇哥发送短信 告知他只能一个人来救他的妹妹 不许惊动警方 等宇哥来到畜生指定的地点 畜生正拿着枪挟持着两人 畜生让宇哥必须选一个人死 一边是自己的亲妹妹 一边是自己亏欠了13年的小英 畜生看到宇哥难以抉择 他就非常的爽 宇哥深思熟虑后做出了选择 小英听后满眼的失望 就在畜生要开枪时 宇哥的妹妹突然扑向畜生 宇哥也趁机冲了上去 逮着畜生一顿猛锤 终于让宇哥给逮着了 这么多年 这个畜生不知残害了多少无辜人的幸运 想到这宇哥整个人都要气爆炸了 今天他就要畜生打在这里 这货不打他就不会消停 宇哥妹妹赶紧冲上去阻止 他不想看到哥哥因为这个畜生而变成杀人犯 就在这时小英的一句话分散了宇哥的注意 促生趁机掏出匕首反手 勒住宇哥 准备下死手 宇哥妹妹拿起桌上的手枪 要杀了畜生救哥哥 可是他从没杀过人 更何况哥哥就在前方 根本下不去手 这时小英紧握他的手 眼中满是仇恨 现在已经分不清他到底是想杀谁 随着一声枪响 两人都倒在了地上 小英也因大脑受到过激刺激而晕倒 畜生说出了他的临终遗言 等宇哥再次醒来已经在医院 他和妹妹来看望昏迷中的小英 两人交谈中提到 当时宇哥选择妹妹活下来 是因为他们兄妹两人亏欠了小英13年 如果这次畜生再次杀小英的话 妹妹一定会拼命救小英 然后宇哥才能有机会救下他们两个 这时他们还没注意到 其实小英已经恢复了意识 等小英醒来后 他找到宇哥提出 这是一场死刑直播 全国人民参与投票 在一天的时间内 只要赞成死刑的支持率达到70% 眼前的卷毛就会被当场处死 他被男人逼跪在地上 向全国人民坦白自己的罪行 昨天他刚醒满出狱就再次作案 半夜他和同伙找到一对情侣 他们把男人活活打死 还对女人图谋不轨 就在同伙刚把女人拖进巷子里 同伙就立马手捂着头跑了出来 正是开死刑直播的黑哥把他打出来的 黑哥伸手脚尖 两下就打倒另一个同伙 然后果断一棍子敲死他 卷毛意识到碰到了硬查 撒腿就跑 但他不熟悉地形 结果跑进了死胡同 黑哥紧跟其后 卷毛就是这样被抓到直播现场的 第二天警方发现被黑哥打死的同伙 立即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死者和卷毛都是惯犯 经常尾随侵犯女性 每次被判刑入狱后 都能很快得到保释出狱 因为每个受害女性都经不起他们家族的恐吓 最后都不得不主动提出和解 这是黑哥开的死刑直播 引起了刑警宇哥的注意 这样私自处罚犯人显然不合法 现在要及时制止黑哥 首要任务就是找到直播地点 宇哥从卷毛之前侵犯女性的视频中发现 当时卷毛锁在仓库的背景 和黑哥直播时的仓库背景一模一样 宇哥立刻带着手下全力抓捕拍视频的人 抓到之后顺利问出仓库的位置 然后及时前去制止 但此时直播倒计时已经结束 赞成处死的支持率已经超过70% 黑哥没有犹豫 直接给卷毛戴上头套 再套上绳子剔走凳子 卷毛痛苦地挣扎着 这时宇哥赶来 黑哥看到转身就跑 宇哥一路追到楼顶上 黑哥眼看无路可逃 直接不要命地跳向旁边的楼顶 宇哥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黑哥解释道 解释完后就转身逃走了 宇哥回到警局反复吸引黑哥的话 他忽然想到黑哥如此痛恨这些被提前释放的罪犯 那他应该也是这类案件的受害人之一 这时宇哥又注意到 黑哥直播网址的遗传数字很有规律 这明显是个日期 说明这个日期对黑哥很重要 宇哥猜测这很有可能是某个罪犯出狱的日子 在从警方系统中查询到 1月25日出狱的犯人有很多 但有过多次犯罪 且通过各种手段提前出狱的只有一个 那么这个罪犯很有可能就是黑哥的下个目标 通过调查这个罪犯的犯罪记录发现 当年他提前出狱后 跑到黑哥家里继续作案 将黑哥的妻子侮辱后残忍杀害 当时他借着酒后意识模糊为由 检方只判了他8年 可笑的是 当他得知黑哥要对自己下手 就想让宇哥护送他出狱 但是作为警察 宇哥不得不阻止黑哥的报复性行凶 到了罪犯出狱的日子 宇哥还是决定护送罪犯回家 就在快到家时 黑哥突然出现 上去就准备一棍子敲死罪犯 谁知被旁边的警察挡了下来 这时罪犯摘下口罩 没想到是宇哥 而另外一个穿警服的人才是罪犯 罪犯见状立刻把腿就跑 黑哥紧跟其后 没一会儿就抓到了罪犯 他把罪犯带到楼顶 准备把罪犯扔下楼 这时宇哥感到及时制止 黑哥放开了罪犯 宇哥以为自己说服了黑哥 却没想到黑哥举起了铁棍 罪犯死后黑哥准备坠楼自杀 幸好宇哥上前救下了他 然而等待黑哥的僵尸法律的制裁 宇哥看着被逮捕的黑哥 想起了一个困扰他许久的问题 如果法律不能伸张正义的话 用自己的方式来伸张 到底是对还是错 很快他就迎来了这个问题的考验 回家后他收到一把带有血迹的锤子 正是在小营养父母命案里消失的作案工具 根据法医的鉴定 这把锤子的确是杀害小营养父母的作案工具 但是上面根本提取不了任何指纹 如此只能从购买渠道这个方向来调查 警方去了多家商店询问后才得知 这把锤子是进口的 而且早已停产 现在市面上基本上买不到 好在最后还是找到了卖这款锤子的商店 老板记得之前的确卖过一把 于是宇哥调取这家商店的监控 发现当时购买锤子的正是小营 就在调查的方向偏向小营时 一个老头来到警局自首 他承认杀害小营养父母的正是自己 大家听后都震惊不已 宇哥立刻对老头进行审讯 老头本来是小营养父母工厂的副厂长 几十年一如既往地为他们卖命 但是后来公司倒闭 他们居然把巨额债务全部转到老头的名下 老头找他们理论却遭到无情的羞辱 一气之下老头趁他们休息时 绕过监控潜入他们家里 为防止狗叫他先给狗打了麻醉 再将狗和他们全部捶死 然后将所有犯罪证据全部塞进狗的尸体里 最后在法医尸检前将狗的尸体火化 火化前再把锤子取出来 刚好老头最近查出癌症 他就来自首了 宇哥不太相信 但是无论从作案动机还是作案细节 甚至是证据的销毁都和案件完全吻合 为了证实老头供词的真实性 警方搜查了老头的家 从老头家的路由器里查到 案发当天老头的手机一直处于连接状态 而且在案发时间段还有大量流量使用 所以案发时老头根本就不在现场 宇哥用这个不在场证明逼问老头 为何要当替罪羊 铁证如山老头只好如实交代 十三年前畜生去杀小英的时候 小英的亲生母亲舍命救下了他 就在他逃到路边的时候 被一辆汽车迎面撞到脸上 撞他的正是他之后的养父 当时他的养父撞完之后 并不打算救人 于是安排老头毁尸灭迹 可就在处理尸体途中 老头发现小英还有气息 善良的老头没能下得去手 就把小英送到医院门口 医院好心给小英疗伤 并帮他把撞坏的脸做了修复 修复后如同换了一张脸 同时他之前的记忆也因车祸全部丧失 事后小英的养父问老头尸体处理干净没 老头向来老实就说了实话 小英的养父母不放心 他们找到小英 把他领回了家 领回家之后 养母看他哪哪都不顺眼 天天虐待他 甚至他喊了一声妈妈 都会被关进地下室 后来养父母为了保险起见 干脆把他送出国 但是没想到几年后小英自己回国了 不巧他回家听到了养母的一番话 正好这么多年小英一直想不通 养父母为何收养他却又如此痛恨他 于是他去逼问老头 养父母到底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老头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小英 得知后的小英心中瞬间燃起仇恨 于是他预谋好一切 将养父母垂死在家中 老头之所以替小英顶罪 就是因为心怀愧疚 如果当年不是自己说了实话 小英也不会有后面的悲惨遭遇 刚好自己又得了癌症一举两得 得知真相的宇哥心乱如麻 想到小英所遭遇的这一切惨痛经历 都是因自己而起 心里就无比自责 但该来的总要去面对 他把小英约到桥上 小英毫不掩饰地向宇哥表白 之所以让宇哥调查 是为了让宇哥能够更了解自己 但是宇哥认为自己得对得起警察的身份 坚持要把小英捉拿归案 让他想起了含冤入狱的老宋 为老宋讨回公道的小宋 还有为妻报仇的黑哥 他们本都是无辜的人 可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而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 却总能逍遥法外 这么多年来自己只知道抓罪犯 可回过头来看 自己抓的那些人 真的都是罪犯吗 小英对宇哥失望透顶 他把宇哥朝着桥下猛的一推 愧疚的宇哥闭上双眼 松开了双手 就这样两人双双坠入爱河中 不久后宇哥回到警局 第一件事就是将白队长绳之以法 他拿出畜生和白队长勾结的录音 要不是白队长和畜生勾结 怎么会死掉那么多无辜的人 宇哥狠狠地把他抱揍了一顿 然后请他吃了十几年的牢饭 至此宇哥也真正明白了正义的含义 虽然从警察的职责上来说 他失职了 LIFE PICK YOUR COLOR NAME YOUR SHAE Hunter